哈喽,我又来了,我是你们的丙姑娘 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小众的墨水吧 我之前在翻翻看里边曾经看到过,就是他们家的 就是在那个雀文巨箱翻翻看里边介绍过他们家SIGNAM 就是一个马车轮的这么一个标志的这个牌子 当时也说过了这个牌子非常奇怪啊 它是一个意大利的牌子,但是呢它是在 他们家代理非常少 然后听说在欧洲那边有的店可以买到 但是我只知道在一东屋有卖 然后就是他们家的瓶子是这个样子的 它跟万宝龙停产的文豪是同样的瓶子 而且这个操作很奇怪 是万宝龙停产了之后 他们家才有的嘛 然后就我不知道是当时万宝龙不要了的瓶子还是怎么样 因为真的是同一个厂出的瓶子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厂,完全一样的 包括出的这个合格印什么的也都是一样的 就完全一毛一样的瓶子 这个操作人很迷幻了 然后他们家的价格呢是一瓶1800日元 再算那个消费税 日本的消费税是8% 那么差不多就是120一瓶 120多一点 120一瓶吧差不多 然后跟那个当时的文豪也是价格是一样的 不过文豪这个瓶子挺产嘛 那就是这样子 因为刚刚撸了一个他们家的试色 试完色之后发现这个颜色有几个颜色还很能打的 所以说就来卖一下安利 他们家一共就是这六个颜色 一共就是这六个颜色 唯一的问题就是只能在一东屋买 我知道的是只有一东屋有卖 其他地方都没有 而且还是万年断货的这么一个情况 他们家呢 看这个试色的话呢 就是我是特别喜欢这个绿色的 尤其是这个绿色稀释之后的样子 稀释之后真的是超级好看 它这个绿色跟那个写乐的罗汉颠特别像 然后就是绿色灰色和这个蓝黑色 这三个色都非常的好看 非常能打 基本上就是这样 今天没有开灯